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集 今天我们,我主要今天是介绍海滩 就是普吉岛的几大海滩 卡伦海滩,卡塔海滩,巴东海滩,各个邦涛海滩 这就是海滩旁边的餐馆 最近现在是旺季,生意非常的火爆 普吉岛可以说是,其实是外国人比中国人多很多 它的游客数量主要是以西方人为主的 我还是一边开着摩托一边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晚上海滩的景色 景色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就是现在市面已经比较烦 就是人比较多了 前几个月来还没开,刚刚开放的时候 基本上是没什么人的 现在已经是完全不是一个同样的清景了 现在是一个旺季了 到了欧洲啊,俄罗斯啊,这种冬天到了 这里旅游非常旺,全是西欧和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是占了大概游客的30%到40%左右 所以非常非常的多 当然欧洲也很多,比如说乌克兰也有 对吧,捷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人口非常多 这里是卡塔海滩 整个卡塔海滩 海滩内部是人没有什么的 但是外部的饭店啊什么都开放出来了 特别这里还有大排档 很多买气球的啊,买吃的一路上面都是 嗯,非常的有意思 嗯,这里的这个海滩比较平静 嗯,这个,这个是卡龙海滩比较平静 卡塔海滩比较那个浪高啊 是冲浪的圣地 所以别人都会来卡,去卡塔海滩 卡塔海滩就是,就是前面 就是前面一段 啊,就是卡塔海滩 啊,就是卡龙海滩 他们两个海滩基本上是很近的 连在一起的基本上是 这里的海水,就是水比较浅 适合小孩在这里游玩游泳啊什么的 就是比较适合的 所以有大量的,外国人带着小孩都是在这里游玩 啊,但是到了卡塔海滩是适合冲浪 风大的时候浪特别高 所以,他们的用途各不相同 而巴东海滩就是,主要是夜生活为主 我们一路开过去看一下到时候 啊,每个地方都有,都有现场表演 卡塔海滩也一样 这酒吧好漂亮 很漂亮吧,这个酒吧 也不是酒吧 它是一个广场 这里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西方人 非常多西方人 嗯,美国人相对来说不算特别多 因为机票现在,美国的机票比较贵 但是欧洲人非常多 啊,随便碰到一个都 房客都有两三个人会说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瑞士来的也有,非常非常多,各地欧洲人都在这里 因为今年欧洲的电费 因为今年欧洲的电费你也知道有多贵了 欧洲的物价指数你也知道有多贵了 现在到泰国来,又暖和又舒服 价格又是比他们,他们的生活成本又低很多 那当然是来泰国了 啊,看人有多多 这个海鲜店 全是人啊 而且,嗯,他们老外都会认识不同各种各样不同的人 如果你坐在酒吧里,你想认识人,啊,太方便了 啊,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无聊的人让你认识 那只是你想不想认识他们而已 我们看一下阿大海滩的人啊,其实很多啊 都是晚上在散步 都是带着小孩啊,有一些 海鲜餐厅坐满 基本上非常多的人都在这里吃饭 啊,这就是旺季了 我是一边开着车,一边拍这个视频的 海风吹过是非常凉爽的 啊,非常非常的舒服 欢迎来到巴东海滩 我现在在巴东海滩外面 外围的那个小吃广场 哇,这里小吃 是非常非常的多啊 这个广场里面全 全都是专门做小吃的 巴东海滩 这边是最热闹的,普及岛最热闹的海滩 没有之一 啊,之前因为没有拍是因为很多人啊,都在这里拍了很多的视频 所以我就没有特地拍,但是这个小吃广场真的是 嗯,现在是人满为患 五个月前,三四个月前我来的时候是基本上是空的,没有人的 啊,非常多的人 然后后面,这里后面一段巴东海滩就会更加热闹 啊,我在这里拍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有多少人 啊,那有各类的小吃水果 但是相对来说,巴东海滩这里物价也是最高的 哈哈,这阿拉伯美食 嗯,好多吃的 泡小鱼,小鱼吃脚皮 啊,这个最恶心的 啊,这个市场非常非常的大,里面还有买衣服的 嗯,我先去鱼吃脚皮 嗯,我先去鱼吃脚皮 我先去鱼吃脚皮 极其热闹,极其热闹 嗯,当然吃完饭的话 巴东海滩的著名的那条巴东的那条酒吧街是少不了的 啊,这里就开始已经有酒吧了 这还是外围呢 好大的一套酒吧 铺铺车,哎呀,这装装的可真够,真够炫的 来普吉岛这条街,嗯,基本上是必来的地方 不管你是什么人,都值得来逛这条街,这是肯定的 非常美的店 好,这条就是巴东的酒吧街了,哇 现在是世界杯 卖酒的,都是卖酒的 啊,这家酒吧到了晚上非常热闹 啊,这家酒吧到了晚上非常热闹 蓝鸟 成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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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